他才是最强地仙 郑元子敌不过他三招两势 老君见了他要跪下磕头 提及最强地仙 很多读者会在第一时间 联想到武装官的郑元子 原来郑元子家中 栽有一棵宝树 换作人参果树 这人参果树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在三千年才得熟 短头一万年方得吃 有缘的文艺文 救活三百六十岁 吃一个 救活四万七千年 此外 郑元子还有个地仙之祖的威名 那时孙悟空偷吃人参果 又推倒了人参果树 惹得观音菩萨 对孙悟空一顿训斥 观音的意思是 郑元子乃地仙之祖 就算是自己也要让他三分 郑元子也深受原始天尊的赏识 原始天尊发给郑元子一封情帖 邀请他上青天上弥罗宫听到 可见郑元子的身份地位 的确非同小可 当然 郑元子并非浪得虚名之辈 他为了人参果树和孙悟空等人 爆发了数次冲突 用拿手绝技秀李乾坤 连续两次擒住了孙悟空 不过 认真读过原著的朋友们会注意到 郑元子虽然能连续两次擒住孙悟空 让孙悟空施展金斗云的机会也没有 可郑元子依旧奈何不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原来郑元子用秀李乾坤捉住了孙悟空 准备将孙悟空大谢八块以谢心头之恨 起之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随心所欲 到了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 好比郑元子试图将孙悟空扔到油锅 却被孙悟空施展神通 变成了一尊重打几千斤的石狮子 将郑元子的油锅砸得四分五裂 就算郑元子拿出家传至宝七星鞭 抽打了孙悟空数千下 孙悟空仍是毫发未损 原来孙悟空早就偷梁换住 用四棵柳树替代了自己 唐僧 猪八戒 沙僧 于是郑元子这里抽打得满头大汗 孙悟空那里早就领着唐僧等人豪之夭夭 这样看来 郑元子的秀丽乾坤的确威力惊人 可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面前 郑元子更像是一个肉眼凡胎 至少郑元子无法看穿孙悟空的变化之术 难怪郑元子会仰天长叹 对着孙悟空的背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颇猴王子也拿他不住 就拿住他 也四团杀弄拱 捉引捕风 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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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他去罢 且将唐三藏解下 另换新锅 把他扎一扎 与人申数报报仇罢 一个孙悟空就能让郑元子犹如捕风捉影 倘若孙悟空的启蒙老师菩提祖师杀到武装官 郑元子是不是连祖师的三招两拾都招架不住 的确 孙悟空仅仅在方寸山待了十年 学会的仅仅是菩提祖师传授的长生不老之术 七十二变和金斗云 而菩提祖师精通势如道 单单一个道字门就有360个棒门 如果菩提祖师真的和郑元子爆发正面对决 菩提祖师恐怕只要挥一挥浮沉 郑元子就身受重伤 继而败下阵来 这样比较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郑元子虽强 但却不是最强地先 毕竟菩提祖师的道场就设在方寸山 以祖师那高深莫测的法术修为 他才是西游世界里的最强地先 菩提祖师的法术不仅能碾压郑元子 他的身份也是超凡脱俗 就连太上老君见了他也要跪下磕头 对于菩提祖师的真实身份 作者吴承恩并没有明说 不过读者们都有较为一致的解读 即菩提祖师乃是一位大佬的化身 有意思的是 就连八六版的西游记 也认为菩提祖师是天外先宗 原来在电视剧里 孙悟空荆乔夫的指点 寻到了菩提祖师的邪悦三星洞 孙悟空刚抵达目的地 就有仙童出来开门迎接 这时镜头一转 只见三星洞洞门口有一副对联 上联写的是灵台方寸山 天外先宗并非原著里的描写 但至少就连杨洁导演也认为 菩提祖师是某位天外先宗的化身 笔者认为 若非要给菩提祖师找个身份的话 他倒更像是封神演义里的红军老祖 原著是这么写的 孤见正南上响云万道 锐气千条 一箱袭袭 殿一道者 手执逐杖而来 坐节约 高卧九重云 胡团了道真 天地玄黄万 武当长教孙 寒谷生太极 两仪四相寻 一道传三友 二教产结分 全门都领袖 一气化红军 话说红军道人来致 通天教主之是师尊来了 帮忙上前迎接 岛身下拜约 弟子怨老师 圣寿无将 不知老师下邻 未曾远接 忘起数岁 原来红军老祖是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师父 若红军老祖亲临都率公 和通天教主同为师兄弟的太上老君 见了红军老祖会如何 必然要和通天教主一样 慌忙跪下磕头